中国社会至今依然对同性恋党性少数群体持保守态度 有者甚至将它描述为一种精神障碍 一名钱男警过去20多年苦苦隐藏自己是同志的秘密 后来透过经营同志网站分享和表达内心想法 不只成功创立了国内最大的同性社交软件 公司去年7月还正式在纳斯达克市场挂牌交易 成为全球粉红经济第一股 虽然过程不易但是这名钱男警坚信 有朝一室 中国会把同志婚姻合法化写入民法典 一起去了解这个有故事的人 20年前镜头前这位名叫马保丽的男子 是个穿警服威风凛凛的公安局副处长 但是从来没有人了解 压抑在他心底最深处的 是自己从不公开的性取向 他透露身边的同僚和友人都说 警察是个阳刚行业 彼此之间不是聊车就是聊追女子 偶尔谈起同性课题 他们就会把同性恋者视为变态 叫他非常沮丧 大家的认知当中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认为同性恋是变态 是精神疾病是需要被治疗的 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找跟自己一样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到哪去找同性恋 大家以前在早期的时候都是在那个公共卫生间厕所的墙上写字 几点几点下午在这里见面 那种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大家去交友 大家去那个而且都很害怕别人知道自己 然后很把自己隐藏起来 那种内心是很孤独的很痛苦的 为了全球一个精神寄托 他利用自己当年所挣的公务员收入 经营一个特别网站 畅谈自己对性少数群体的想法和故事 后来更索性辞去警察职务全新投入 不过几年蓝城兄弟的同性恋公益社区 就占据国内七成市场 成为全国最大男性统治的社交平台 截至今天全球累计注册用户 超过五千八百万人 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是 男同性恋人群交友的闭装软件 它可能只能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去寻找到它的爱情 但大部分吧 我不能绝对 大部分是这样 所以会有很多人能够找到 他们自己理想的伴侣 我这里还有一封信 找到在这 你看这个 这两封信 我都在收藏着 都是最近的 这是一个网友给我发过来的信件 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漂亮 然后严真的一切 他就说他通过我们的软件 找了自己的男朋友 他很开心 他感谢我们 这些年公司成长势头强劲 营收持续高企 虽然还不算实现盈利 但至少达到盈亏相抵的门槛 蓝城兄弟去年7月 更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成为全球粉红经济的地把交椅 马保利感慨 虽然在中国争取同志权益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他相信未来10年 中国或将走向同志婚姻合法化 希望到时候同志们可以摆脱歧视 机灵和困惑 骄傲的生活